我想我有必要通过电视和网络 媒体 跟你们聊一聊博物馆是怎么回事 和我办博物馆是怎么一回事 博物馆这一词 我们今天说的博物馆是说中文 它的英文词呢 Musem呢 它最初起源于古希腊密斯女神 古希腊密斯女神它主管什么呢 主管文艺 音乐 艺术 美术等等 它就是主管这方面的一个女神 所以到今天 博物馆Musem这个词的自根 就是跟密斯有直接的关系 博物馆是什么呢 它是人类所创造文明的一个宝库 用于储存在这个地球上 这个世界上人们的所有的记忆文化梦想 以及希望 这就是博物馆 那么 博物馆什么时候有的呢 其实博物馆 现代意义的博物馆 时间并不久 只有不到三百年的历史 但是历史上 我们的宗教场所 比如西方的教堂 东方的寺院呢 都储存了大量的艺术品 只不过这些地方不向公众去完全公开 那么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呢 欧洲的王室和贵族呢 开始这个在自己的这个王宫里 宫笔里啊 陈列自己的艺术真品 当时的参观仅限于贵族之间的一个参观 那么早期的博物馆呢 其实那时候还不叫博物馆 我们今天说的博物馆的概念是向公众开放的 个人的叫私藏 那么早期有这种博物馆的艺术呢 它只适应于这个富裕人 富裕阶层之间 那么这里的博物馆不仅仅是我们人类创造的艺术品 还有一些珍稀物品 比如自然界的 比如海螺 那时候有很多内陆国家的人没有见过海螺 所以他还有海螺呀 有一些他没见过的东西 比如矿石啊等等 那么这些东西呢 在欧洲的贵族家里往往都有一个展成贵 有头有脸的人 有社会地位的人呢 往往都有这样一个这个角落 是收藏的角落 所以欧洲的博物馆就比我们早 那么欧洲的这个最早的博物馆 向社会开放的博物馆呢 最早的就是大英博物馆 大英博物馆是1753年正式向社会开放 这是人类文明史上第一个向公众开放的博物馆 距禁二百六十多年 没有多长时间 那么大英博物馆的所有的藏品 最初就是建大英博物馆的动议呢 是斯隆医生个人的收藏 有多少间呢 八万间 八万间有什么概念 八万间什么概念 我告诉你那概念我也不清 就是非常非常的多 他当时把他的终身的收藏 以一种不计价钱的方式捐给了伦敦市政府 一件一块钱 八万件八万块英镑 那时候英镑还是挺值钱的 那么他跟伦敦市政府达成的协议是什么呢 有利于文化的传播 所以就因为这句话 就因为斯隆医生的这句话 到今天大英博物馆是免费的 在世界级的大博物馆里 只有两个博物馆是免费的 一个是大英博物馆 一个是美国华盛顿的史密森博物馆群 我们知道大英博物馆 你今天去一定是自由出入 但里头有很多很多展览你看不成 那个展览是要收费 为什么要收费 因为门票是博物馆非常重要的一个来源 那么美国的史密森博物馆群呢 我觉得一个人一生中 如果有机会去美国的话 一定想办法去华盛顿特区 一定要去看看史密森博物馆群 这是一个叫史密森的英国人 捐献的 他当时呢 跟这个美国政府达成的协议呢 也是有利于文化的传播 我们今天都觉得 这有利于文化的传播 这话太空泛呀 他们当时有具体的条款 比如 这个博物馆必须是免费的 只要免费了就有利于文化的传播 所以今天啊 世界级的大博物馆群 你去美国华盛顿 你什么钱都得花 交通费 住宿费 吃饭费 你都得花 但你去看博物馆不用花钱 史密森这个人有意思啊 当年他捐献这个博物馆的时候呢 他就说啊 我为什么要捐献这个博物馆给美国呢 我作为一个英国人 就是因为我觉得你们美国太土了 土的掉枝 说你们光顾了发财了 光顾了去挣钱了 但你没有文化 我们都很清楚啊 美国是个非常年轻的国家 只有200多年的历史 在他历史上都是一些印第安人 脑袋上插着这种各种羽毛的人 那晃弄着啊 他文化积累特别少 所以史密森本人呢 就说只要你们愿意啊 接受我的条件 我就把这些东西捐给你 改造你们 那么今天史密森博物馆群 是世界上最大的博物馆群 就源于史密森本人的捐赠 但有一个很神奇的事 就是史密森本人 终身没有踏上美国国土 就是他把这么大的一个博物馆 捐给了美国政府 他都没去过美国 这一点就让我非常感动 我们今天都希望自己站得高一点 看得远一点 心胸开阔一点 但我们做不到史密森这个程度 真的做不到 为什么做不到呢 就是我们心胸格局不够大 你比如我 你让我把博物馆捐出来 变成社会公务 我可以接受这种现代化的理念 但你让我今天把这博物馆 捐到非洲去 捐到非洲一个非常偏远 穷困的地方去 我觉得我自己做不到 但史密森在一百多年前就做到 那么我们什么时候才开始有博物馆的呢 中国第一个做博物馆的人叫张俭 清博主的状元 他是南通人 同时是工商业的领袖 纺织大王 我们今天到南通去 南通纺织业依然发达 跟张俭本人当年的 这个在工商业中的地位 是有直接关系 我们知道清博 这个同光中兴的时候 中国的经济呢 有一次腾飞 如果不是因为后来民国成立后 中国陷入混乱 中国的这个工商业的发展 到今天不可限量 那么张俭这个人呢 有文化啊 因为他是个清博状元嘛 他就下决心 做了中国的第一家博物馆 这是什么时候呢 1905年 光绪末年 这个博物馆今天叫南通博物院 可惜啊 这个到今天已经111年了 这111年以来 南通博物院没有持续发展 中间有一段间断了 变成了南通公园 我年轻的时候还专门去 拜访过这个地方 跟朝圣一样的去拜访 张俭做的南通博物院 为什么 那是中国人第一次 能够把艺术这件事 向公众公开的表达 在这之后的20年 国公博物院才成立 1925年 1925年距离今年 91年 那这么说呢 我们的这个 公公博物院还不足百年 世界上大的博物馆 你仔细想 它不是一个个人的家产 就是一堆大亨贡献 你比如大英博物馆 大都会博物馆 都是有钱人的一个贡献 大英博物馆 我们刚才讲了 斯隆医生的最初个人的收藏 捐给了伦敦市政府 大都会博物馆呢 是美国几个商人发了财 说我们要做点什么事呢 我们干脆花钱买艺术品 做一个博物馆 就是大都会博物馆 那么像这个 我们的故宫 我们都知道是清朝 爱新觉罗的家产 这家产中还包括了 明朝十几位皇帝的家产 五百多年来 这一堆东西 让民国政府 一股脑子给收来了 挂了一块牌子 叫故宫博物院 那我们都知道 像这个 法国的卢浮宫 像凡尔赛宫 这个丰丹白鹿宫 等等这些 这个 艺术馆 其实最初都是 皇宫个人的收藏 那么这些都是博物馆的历史 我们做博物馆 我们刚才讲了 中国人做这事 就是百十年的事 那么新中国以后 我们各地 有一个做博物馆的高潮 你仔细想想 新中国啊 十年的时候 1959年 有十大建筑 这十大建筑里 有六 六座是博物馆 你看 中国革命博物馆 中国历史博物馆 有中国美术馆 有这个 中国农业展览馆 等等 这些都是 博物馆可建 新中国建立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非常强烈的 这个意识 叫文化表达 要把我们几千年的文化 通过博物馆 这样一个新型的现代形式 向公众 这个开放 那么从某种意义上讲呢 这就是一个城市的名片 有人一直在说 博物馆是一个城市的名片 这个博物馆做的好坏 跟这个城市有直接的关系 从那以后 各省 你去看看各省级的博物馆 我们今天中国省一级的 这个行政单位 都有自己的博物馆 都有有自己特色的 比如我们比较了解的像 河北省博物馆 它主要藏品呢 就是 满城汉墓里的那批东西 你比如说 湖北省博物馆 主要藏品呢 就是曾侯以墓的那批东西 那很多博物馆 你南越王墓都不用问 就是南越王墓出组的那部分东西 所以 新中国建立几十年以来呢 我们国家省级单位 市级单位 乃至地区一级的单位 做了很多博物馆 做了有多少呢 做了我 做博物馆念头那年呢 是两千座博物馆 那么在 1991年92年的时候 距今25年前 我那时候啊 现在回想起来叫 风华正茂 风华正茂 我现在 已经垂垂老矣了 这个 忽然动了个念头 说 哎 我为什么不能做一件这样的事呢 我为什么要做呢 不是觉得自己高尚 就是觉得好玩 因为那书收藏了很多东西 我第一本书是1990年写的 叫马说陶瓷 92年出版 那书书呢 写出来到出版中间 周期非常长 两年时间 那我今天一看 这本书里 大约有百十来件文物 至今啊 都还在我手里 这有意思吧 那么那时候去做展览 做展览就开始有人 开始关心 那我想把展览固定下来是什么呢 不就是一个博物馆吗 所以我就 胆大妄为的去申请 到北京市文物局 我当时得到的反馈是说 这个事是国家办的 你们个人是不能办的 别来这掺和 就把我给挡了回来 那么 我挡回来以后呢 不死心 还是想着这件事 还是想把这件事做成 那么 又过了几年 到1996年的时候 距今20年 我去申请 一下就通过了 我就成为了 新中国 第一家 具有法人资格的博物馆 我为什么说 具有法人资格呢 就是在我之前 有人做过 做家庭博物馆 自己家里关着门 展览自己的收藏的小玩意儿 然后有人敲门 打开门一看 看人家一招光鲜 举止优雅 开门让人进来看看 聊聊天 一看人家穿着不怎么地 觉得这人有点 感觉鬼鬼祟祟 就关着门说我不开门 所以他不具有法人资格 当我们具有法人资格 向公众开放的时候 任何人只要买票 都可以进来 那么20年 这个博物馆 我办博物馆 有什么变化呢 那首先就是规模嘛 由小到大 我第一个博物馆 那个面积才400米 在北京琉璃厂 租了个小楼 那个小楼非常漂亮 二层楼还带地下室 那个你别看 那个小博物馆 去了很多世界级的名人 因为我是第一个坐的 那个博物馆 记得很清楚 二层靠街 有一六窗户 我搁了三组椅子 位置很小 中间一个小桌 有很多喜欢的人 就坐在那个窗户下 一下午 一下午地看着街景 看着手里的书 顺便看着街景 喝着茶 今天想起来 还是很惬意的一件事 那么博物馆搬过好几次家 搬过好几次家 由小到大 那我觉得最艰苦的时候 是什么呢 是头十年 头十年 1996到2000年 非常的艰苦 没有人能够理解你 我说博物馆一开始 就是我个人一个兴趣 兴趣就是一个乐趣 你为乐趣而做事情 就不觉得有负担 但是你不知道 因为这个乐趣要 有很多支出 我们就支出了很多 为了使博物馆 能够良性的运转 就要往里投入 那么好在一开始 支出的规模不大 不大 所以还能勉强维持 靠个人之力可以勉强维持 我那时候走到全国各地 去看博物馆的时候 其实有时候很悲哀 今天你们觉得博物馆 非常的宏大 干净漂亮 就仅在15年前 那时候有很多省级博物馆 很多省级的博物馆 你一进去 门口的大厅 左边这展厅里 卖家具 右边展厅里卖衣帽 我老说我什么都能容忍 我实在容忍不了 我去博物馆的时候路过一个卖鞋子 袜子的地方 可当时 仅在十几年前 很多博物馆就这个状况 活不下去 就要把场地出租出去 让人家办各种商贸会 博物馆我做了20年 后来开过很多地方馆 比如我们第一个走出去的 开地方馆的时候 2000年的时候跑到杭州 杭州当时上城区的领导来找我 希望我们能够去杭州开一个分馆 当时杭州有一条街叫河坊街 今天已经热闹非凡 当时非常的冷清 把我叫去看现场 说我们的规划是如此如此 我确实觉得规划不错 所以脑袋一热就去了 去了以后呢 他们给的我地方 我到今天仍然觉得 他给我的那块位置非常好 门脸很小很小 就一个门宽 有一个狭长的走廊 进去拐两道弯以后呢 就进入了这个斩区 斩区变得非常大 将近千米 当时他们领导劝我 说你不如把这块地方买下来 买下来呢 就永久的变成博物 我当时呢 目光就只有这么长 短钱 我当时认为有这些钱 不如去买文物 干嘛需要买这个房子呢 所以就没买 等我想动心买这房子的时候 这房子我就买不起了 最初那房子非常的便宜 让今天的人听起来都不叫管你要钱 那么在那坚持了十年以后呢 由于时局的改变 我们就没法在那坚持下去 我们就撤了出来 我们在2004年的时候还跑到了厦门 厦门的古浪雨 厦门的古浪雨上有个梳妆花园 我们在书张花园上 做了一个博物馆 今天还在那生存 那是我最喜欢的地方 我在二十几岁的时候 就在古浪雨上住了一个多月 那时候是当文学编辑 陪着三十多个作家 每天在部队的食堂里吃早餐 上午闲侃 下午晚上呢 就写作 第一次去就住一个月 就住在这个博物馆很近的地方 所以当厦门政府把这个地方给我的时候 我从心里就觉得是一种缘分 这个建筑很小 不大 但是位置很好 一进梳妆花园 右手 出了博物馆就是大海 摆上几只椅子 坐上一天都觉得非常的惬意 那厦门官复博物馆呢 也存在十年以上 我们经常要换展 每年都有新的展览 它虽然小 就是应了过去的一句话 叫麻雀虽小 五脏俱全 这个博物馆很小 但它功能很齐全 它接待的游客数量非常大 最高的时候一年达到百万 那它对于我们博物馆来说呢 它的无形的资产的贡献就巨大 我后来就想啊 就是博物馆怎么能更好的生存呢 就要利用品牌的输出 所以脑子一热就觉得我们应该把博物馆做成连锁式的 在全国各地有条件的地方都做好一个官复博物馆 如果当你做了十家的时候 你的博物馆的无形资产 你的这个价值就会变得巨大 你的生存就会变得容易 就朝这个方向去走 吉宇来了 上海 上海建造了一个中国最高楼 这个楼呢叫上海中心大厦 它有多高呢 632米 这么大体量的一个楼 它一定要变成一个社区 变成一个城镇的概念 所以它需要一个博物馆 那么吉宇就找到了我们 其实谈判的过程并不复杂 做了多少年呢 5年 说的容易 做的很难 当这个博物馆开放的时候 很多人都问我 说哎 那么快就做好了 我说这个事已经做5年了 从谈起都6年了 在这座楼盖到一半的时候 我就不停地登顶 一次一次地登顶 大概前前后后有几十次进入工地 去看这个博物馆的设计和它的未来 那么博物馆是不是越做越好呢 对于我们来说 我们是有切身的感受 第一个感受呢 是留言的变化 博物馆有留言簿 客人很多人走的时候愿意留言 这个留言呢 很有意思 比如我跟你讲留言的变化 最初的人 博物馆当年开放的时候 很多人的留言都非常非常的空泛 空泛是那个时代的特点 不仅空泛还都不会站位 每个人都跟领导人一样的题字 比如大致都是说 驻博物馆越办越好 要不然就更宏大 发扬中华文化的伟大传统什么 都是这种话 非常的空泛 突然有一天 我在博物馆的这个留言簿上 看到一句话 很感动 上面是一个孩子写的 说我来过 很高兴 你看看 很具体 说的很具体 我来过 很高兴 很高兴是他内心的一个真实表达 所以 我觉得 我们这些年来的 这个留言 你能看到更加丰富的个性表达 比如有人就问 你怎么这么多好东西 能不能分我一个 比如很多人喜欢 不是我 喜欢猫 或者喜欢某一个展品 或者喜欢某一块的展厅布置 我们民族心态的多样性 反映了我们社会的一个变化 社会的多样性 我将来 在盖新博物馆的时候 我一定留出一面墙 每年 挑出 十位留言最精彩的 这个 观众 把他的留言 圈刻在这墙上 每年留十条 我 现在二十年了 那我可以挑出 二百条 如果到四十年的时候 就挑出四百条 那么你会看出来 这几十年走过 我们民族的新路历程 那么 我老说 博物馆对于我们这一代人 过去的认知是什么呢 是我来过 也不信你问他 你说某某某某 博物馆 去过吗 说来过 早年 说看见什么呢 看见什么 全忘了 想不起来 就记得小时候 坐在大台阶上 啃面包 吃鸡蛋来 生理的事全记不住 我一定要改变这个状况 我希望我们的民族 我希望我们有这个丰厚的文化的民族 我们每个人都要改变自己 从我来过到我常来 博物馆本来就是你个常来常往的地方 你去西方博物馆 你今天到欧洲去 到美国去 或者到日本去 你看那个大博物馆 永远地上坐着孩子 老师在给他们讲 为什么老师要带着他们去讲 让他们感受博物馆的文化 让他们从小 这个受艺术的一个熏陶 所以在国外去博物馆 是一个常态 不是有这样一句话吗 说这个不在博物馆 就在来博物馆的路上 那么如果你喜欢艺术 你喜欢某一类东西 你经常去博物馆 博物馆能够实时回答你这个问题 我觉得有这种功能的大博物馆 像大都会大英都可以做到一点 我有时候遇到很多问题 解决不了 苦思民想很长时间 去那个博物馆带着这个问题去 一看到那个产品就彻底解决了 这就是大博物馆跟小博物馆的不同 那么 我做了20年博物馆 深知这里的辛苦 博物馆按照一般的认知 不让私人做是一个常态 为什么 它是一个不停的投入的 那我们怎么能够让它良性循环 不要个人投入呢 这是我一直思考的问题 我希望官府博物馆 打破不停书写的这个铁律 我们希望这个博物馆在未来的日子里 能够自我养活自己 我们今年就可以了 我们最近这几年每年还要交税 交税 交所得税 我希望博物馆 多开一个思路 过去博物馆说怎么生存 不就是卖票吗 不 我们希望博物馆 有多个收入途径 第一 就是门票 我们一会儿给大家讲讲门票 门票 你为什么要买票参观 今天 国家省级以上的博物馆 都是免费参观的 国家财政拿了很多钱 这是国家做出的决定 但我们这样的博物馆 不花国家一分钱 我老说 那是纳税人办的博物馆 我们每个人都在工作和生活中 是纳税人 所以我们的这个博物馆 理应向我们免费开放 但我办的这个博物馆是什么呢 是赞助人士的博物馆 我个人赞助他 比如我们博物馆最初 现在也是北京的博物馆收费 是50 上海的博物馆收费是100 那我们就拿北京博物馆为例 一张票的参观成本是200 你花了50 我贴给你150 你才看到如此景象 那么我们希望这个博物馆 未来自我良性运营 必须得有三个途径 第一个途径是什么呢 常规收入 传统收入 就是你要买一张门票 第二个收入是什么呢 是服务类型的收入 什么叫服务类型呢 比如你要人工讲解 那人工讲解你就要付费 我过去老认为 很多人会认为这个事太贵 但是我现在发现 很多人喜欢有人工讲解 应该多学到一点知识 那你去看一场电影 你要花钱 是吧 你买本书也要花钱 为什么你到博物馆 听别人讲解就不花钱呢 我们虽然每天都有免费的讲解 但是依然有人愿意为服务付费 第三个收入呢 就是品牌收入 博物馆做了很多商品 我们都知道 像这些商品 都是博物馆特有的商品 那么商品的每一个售出 它都有一部分钱 无形资产归博物馆 这就是品牌的收入 那么好 传统收入 服务类型的收入 和品牌收入 这三项收入 就可以支持博物馆 良性运转 为什么 因为今天 百姓对文化的 这个需求 已经变成了真正的需求 不太做样子 我过去 刚开始办博物馆的时候 就看到 有的观众进来看博物馆 看的时候就嘴里嘟嘟囔囔 说这东西 怎么这么丑啊 这个东西怎么这么难看呢 我当时很奇怪 我说如此美的东西 为什么这些人 不认为它美呢 就是因为早期的美学教育不够 我们至今 学校里的美学教育 从小学中学到大学 美学的教育都是不够的 没有 这个行程到博物馆 是你教育中的一个常规 我们今天 学校组织去博物馆 都算一种额外的奖励 都是一个额外的待遇 好像跟春游一样 其实西方人认为 博物馆的长期的教育 潜移默化的教育 对你一生的审美 和知识的积累 都是有极大的好处的 我做博物馆那年 批起来那年 我四十一 今年六十一 我认为是人生中 最好的二十年 我认为是人生中 也认为是人生中